我们还是在VA日本馆这出现了日本刀 这日本刀该怎么用 我们看见上面两把和下面这把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呢下面这种叫做钛刀 上面这种叫打刀 怎么分辨呢 你注意看啊 你挂刀的时候 如果上面有绳口刀日朝下的 这种就叫做钛刀 其实真正这是个理性的钛刀 其实真正的钛刀呢 非常常是骑兵用的 而这种刀呢叫打刀 是日本武士插在腰上的 也叫内插 这种东西呢 挂刀和用刀的方式不一样 太刀刀日朝下 为什么你骑在马上抽刀砍人的时候 抽出刀来是不是往下砍 吃不快 但你们注意没有 日本武士挂刀的时候 都是刀日朝上的 原因很简单 刀日朝上抽出刀来的时候呢 你的刀马上就能砍出去 如果刀日朝下 你抽出刀来的时候 你砍人 你是不是还得举起来 所以刀日朝上呢 这种内插呢 拔出刀来的时候 马上就能砍人的 节省了时间 实战能力是相当强的 咱们下期有时间 再仔细地讲讲 打刀和态刀的区别 和打造工艺的 高明之处 请 Until经维的 aria 字幕提供